大姐这个锅铁饺怎么卖的 一块钱四个 这个煎包呢 煎包一块钱两个 一块钱两个 这都是什么馅的呢 有肉有菜 锅铁饺是什么馅的 这锅铁饺全是肉的 这个包子呢 包的有肉有菜 煮菜粉丝 这个价格在合肥很少见了啊 一块钱四个的锅铁饺和一块钱两个的生煎包 这个价格在城市里面应该很少见了 我们今天在合肥的摇海区 组成区啊 去吃一份价格很接地气的早餐 摇海区的方桥菜市场 就在这边菜市场里面 大姐这个包的是什么 煎包 煎包是吧 生煎包 生煎包 这个怎么卖的呢 一块钱两个 这个价格很便宜啊 有菜的 有肉的 两种馅的是吧 这个是肉的 这个菜是什么 韭菜粉丝的 对 价格都一样吗 一样的 等这一块钱两个 这个肉里面放的有什么 这里面小葱呀 生姜呀 葱姜嗯 五花肉是吧 对 这个是包好的是吧 对 大家手艺很不错 包的很漂亮 包的包的多少 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的老手艺了 怪不得包的漂亮 一天能包多少个呢 一千多 有锅铁饺 锅铁饺是吧 对 这个是什么馅的 肉馅 这就是用的是什么肉 这是五花肉 里面还有什么其他料吗 有生姜 有小汤 还有酱油 这个锅铁饺怎么卖的呢 一块钱 这个一块钱四个 对 这个还挺大的哦 你看跟我收纸 那跟我收纸对比一下 比我一收纸还长一点呢 这挺大的 你这个价格应该合肥市里边很难找了 这个应该没有 因为我们 生日我们就是家门口的生意 没有把你们看的那么正 你看合肥也算新一线城市 物价也挺高的 但是这个祖城区 摇海区这边能吃到一块钱四个的这个锅铁饺 广州平是吧 一般这个价格在农村都比较少见 确实便宜 你们干这个店多长时间了 二十多年 二多年了 这是就是正宗五花肉 正宗五花肉 所以是在口感好呀 只有为了你拍摄 我去 我看你这肉放的也挺多啊 就这样呀 你不是为了拍摄故意放多吧 不会 平时就要放这么多啊 对呀 对 那这个切实挺多的啊 我以为就是说肉放的少的 这个要浇油是吧 浇油 浇菜油 浇的菜籽油 对 菜籽油 再浇上水 哦 还浇水 对 这个就可以上锅煎了 是吧 嗯 我觉得也要烫 它这个饺子就比较酥 哦 酥 香一点 哎 对了 嗯 这锅好了 这锅上锅煎 还要倒水是吧 把水煎 哦 好 这一锅要煎多长时间 10分钟 10分钟 这个煎鸟就是好了 是吧 对 热腾腾的 很漂亮 那这个出锅了 是吧 这等于出锅 看好了 煎好很漂亮啊 热腾腾的煎包 马上要出锅 可以 热腾腾很多 菜包 菜包 这个包都可以 大哥这个吃的是什么 我的老的 吃完了是吧 经常来吃吗 嗯 味道怎么样 味道还好 你发量比我还小吗 再吃吃两张包子 吃多少时间了 吃4年了 一直在这边是吧 它的价格便宜 我们来吃一下这个一块钱四个的锅贴饺 还有这个一块钱两个的生煎包 来了一碗西饭 一共花了四块五毛钱 这早晨吃的很饱了 饭量早晨比较小啊 关键吃的也太多了 八个锅贴饺 来尝尝它味道 很香 这个锅贴饺看来啊 挺大的 这个是肉馅的 它这个锅贴饺外面 外面煎的还是很焦脆的 再吃一下它的这个生煎包 看下底座这个金黄金黄的炸的很焦脆 这个是肉馅的 这个是肉馅三元 上面加的很焦脆很香 一块也两个 想多来几个包子的但吃不完 它价格确实太便宜了 应该上面上的河飞最便宜的早餐 基本上花个三块钱四块钱都能吃得很饱 看下这个菜的 前面炸的是金黄金黄的 韭菜鲜的很香 而且你这个自己吃的是吧 对啊 哦 你们自己也天天吃 很多人说价格太便宜了不敢吃 怕不卫生 看自己都吃是吧 你们家的你们自己 自己压磨了 这个什么都自己买炒的 不是让半夜送的 包子西化什么这些都自己都吃 对 但是很多人做的很多 传统口味 因为这个传统的正宗原材料 很多做餐饮的自己的东西都不敢吃 那不会 我们家的自己的手工做的 我们家 算了 几个月就开始吃了 一家人全部吃 一家人都吃 我们家奶奶的80多岁了 就是吃大 吃这个 你就是 我看刚才他们也刚吃完 对吧 我给大家谢谢